大家好 我是外編 我們今天職業相談所呢 我們討論到的主題是 主播這個行業 就是要讓大家來一探究竟主播這個行業 職場的辛酸甘苦談 或者是如果你想要進主播這個行業呢 你會不會需要知道一些職場上面 一些潛規則 然後讓前輩來跟你講說 其實進主播這個行業有什麼地方需要注意的 好 那我們就請到我們現在節目開錄以來最重量級 其實我們節目也只有兩集 最重量級的來賓 宇潔 大家好 我是宇潔 其實宇潔她是華視的主播 她已經有十年的新聞資歷 然後她下班之餘她還有另一個身份是在做獨立樂團樂手 然後你有一段時間你還三個同時尬 就是主播然後又研究所又 我覺得那個真的是很瘋狂的一段時間 對 那今天有很多故事可以跟我們說 那我們就先從你是怎麼開始當上華視主播的這個神奇的歷程 來先跟我們開始說好了 好 其實我覺得我自己個人蠻特別的 因為我一開始是進入華視並不是先在新聞部 我一來華視我是先去應徵那個每日一字的主持人 今天也可以當作副詞 用來表示同時一起的意思 然後呢意外得知的就是新聞部有在徵氣象主播 我就去面試考試 然後完了之後就一步一步後來就變成了經文主播這樣子 我知道這個故事品應該答蠻多次的 所以我就先簡略的直講大綱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就是Google 或是打給我 那所以你在當主播之前 因為你有去日本 就是當過那是什麼 也是氣象主播 也是氣象主播 那因為你現在當過日本 然後又當過台灣這兩邊的 你覺得日本的新聞台那邊有沒有一些什麼規則 就是是需要注意的 好 因為其實我那時候去的工作的環境 它不是一個新聞台 因為在日本跟台灣不一樣 因為日本他們有一些 算是私人的氣象電視公司這樣子 對對對 這在台灣好像我不確定到現在有沒有 就是是不是合法 因為台灣好像都是要追蹤那個中央氣象局 當然現在有一些風險公司 對對對 然後那時候我去的那一個公司 它是專門在做氣象的一間私人公司這樣子 對 然後但是他們也是賣很多的氣象資訊 去給那個就是全日本各地這樣 對 然後那時候我主要負責的部分 是因為那時候在日本有很多的華人 然後所以呢我是播中文的氣象 那回過頭來講這個公司的文化好了 雖然說我那時候待的並不是所謂的新聞台 不過呢因為我們也是一直不斷在製作很多的 關於氣象的一些小小節目 有時候還會出外景等等 那我覺得日本的公司文化跟台灣的確很不一樣 如果現在有很多人在日商的話 應該有感受到這樣子 其實說實在我那個有被嚇到 因為我那時候剛畢業 然後我一去的時候 我記得以前每天早上要做一件事情 大家站起來這樣子 然後OK 然後要做一些類似像早操 然後精神喊話這樣子 然後就有說什麼 你每天啊就是要跟自己講說 你不是不要問公司給你什麼啊 你要為公司做什麼這樣子 就像是飾演的那樣子嗎 其實是 天啊 然後我就覺得哇好 amazing 喔 你覺得在台灣的新聞 尤其主播圈 你們有一些潛規則 或一些文化是要注意的 講潛規則好像有一點太 怎麼講就是 對就是好像太重 應該是說 但我懂你的意思 就是說有沒有什麼東西 必須要特別注意的這樣子 那我覺得其實 所有的職場環境都一樣 我舉例來說好了 就是我覺得沒有一個 沒有一個長官或是沒有一個公司 會希望你的員工 是一個常常出包的人嗎對不對 那能不能夠留意就是 你自己該做什麼樣的事情 有沒有掌握到 我覺得其他公司我不確定 但是尤其在新聞環境這種東西 就是你只要不小心講錯一句話 或是那個訊息 你稍微有一點點偏頗的話 那個影響是非常大 它的影響就包括了 你自己個人的信譽 也包括你整個新聞台的信譽 所以這是非常嚴重的 所以也就是說我覺得呢 我進入了這個新聞環境之後 我學習到了一件非常重要的東西 就是每一個人在對於 你自己的文字上面的使用 然後還有你說什麼話 還有你的這個邏輯 以及就是你對於某一件事情的 你的觀看方式 這個東西都是被 必須要被訓練起來的 剛上述的這些所有的東西 你都一定要注意得到 因為你是一個祖國某的程度 其實你是這個新聞台的發言人 就今天你的所有同事啊 為這一節新聞 這一節你這些新聞 對 大家一早就出去跑新聞 然後回來就是這麼辛苦 把所有東西都弄好了 但是你因為你在祖國台上面 你講錯了一個字 或者是你把人家 原本想講的東西誤導了 那我覺得那 一來你傷害到你的同事 二來你也傷害到你的公司 所以這些東西都變得非常重要這樣子 對 因為像主播 你們不是通常 前面都會有一個在跑的那個東西 那叫什麼Monitor嗎還是什麼 大字稿 對 大字稿 就大家印象以來 你們不是都是會照著那個念嗎 所以還是會有初稿的狀況嗎 有分兩種狀況 第一種狀況就是說 它的內容是完全都沒有錯的 但你們回去可以練習一下 拿著一個報紙 你從頭到尾唸一次 看看會不會唸錯 其實會的 對 我真的超常唸錯 真虛一百次 因為其實會 就我們也會這樣子 對啊 所以那你就變成是 必須在事情 你要先做很多的準備 你就要常常 你就要真的很認真看那些稿子這樣子 那有什麼東西比較卡的東西 或是有哪些字你不會唸 有時候常常會有一些人的名字 是特殊用字 你不會唸等等 還有男主角 李耀娜多 皮卡丘 那這是第一種狀況 第二種狀況就是 你真的有時候 新聞報導一半突然間會有一些 譬如說臨時加稿啊 有一些特殊的訊息 導播導播現在有新的那個訊息進來 這樣子嗎 對對對 就是導播會會cue你 就說有什麼訊息這樣子 那好的話就是 他會先出一些簡單的文字稿給你 那有的時候 不一定會有 他就會給你一些訊息 你就要自己去把它認識 天啊好難喔 領獎反應欸 但我覺得其實就蠻像演講比賽的 我覺得有很多同學可能在 在學校都有參加過演講比賽 朗讀比賽 說故事比賽 那這些東西我覺得都是 平時可以訓練起來 那對於你未來 如果想要成為一個主播的話 他絕對是一個很大的幫助 這樣子 所以實際上 假設你今天要想要當上主播 你要做哪一些努力 然後才可以到主播這個位置 我覺得看每個電視台不一樣欸 那我們電視台一直以來 都是給很多新人很多的機會 因為我們後來就是有一些MOD的頻道 所以就是24小時要播新聞 所以你的主播需求也不少 然後我們的長官都會很願意給大家機會 像我那時候剛開始只是播氣象而已 但是長官就覺得說 好那如果你已經開始有播氣象的話 那你要不要試試看播一整集的新聞 畢竟氣象五分鐘嘛 播一整集的新聞是一個小時的事情 那同時間因為我開始要做這個新聞主播 所以他也會建議我說 那你要不要就是去跑新聞這樣子 就去當一下記者什麼 就他們算是同一個智商領域的東西這樣子 因為你播的東西 永遠都會是記者做出來的新聞嘛 那如果你今天身為一個記者 你常常出去外面跑新聞 你也了解製作的過程 那你在播新聞的過程當中 一定會比較順利 你也比較了解狀況這樣子 對對對 我之前有聽過說 記者他們會整理出來有些稿頭跟稿肉 然後你們要自己全部都看過 然後再順過一遍是不是 對啊對啊因為有的時候 譬如說我自己也會 因為我時間來不及 所以我的稿頭有時候 也許會寫的比較簡短 或是比較凌亂 那你當然你也不可能 自己全部就照著他們這樣念 有很可能會被你同事 不小心的整到 對對對所以如果你今天 是一個主播的話 基本上我覺得 你要很了解新聞的內容 那即便就是再大字搞出錯 或者是那個稿頭呢 寫的比較凌亂 或是寫的比較簡短的時候 你還有辦法 可以把整個事情講得完整 很順這樣 對對對 了解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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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